这个高基叫龙体 它紧接着在高基尸体后面讲 为什么 因为龙体就是高基尸体形成的泡泡 它就是高基尸体形成的 所以以前高基还有这种考试 会考你龙体的形成跟高基尸体有关 对 它就是高基尸体吐出来的泡泡之一 好我们往下看 龙体也是个囊状的膜状高包器 里面还有各种不同的水解酶 这些水解酶喜欢在落酸的环境下作用 所以龙体里面是落酸的 里面还有丰富的水解酶 酸就是蛋白质 那这边举几个例子 白雪球吞噬细菌形成石炮 石炮得跟龙体结合 龙体中的水解酶 才会注入石炮 把细菌分解掉 好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老化的包器 也会被龙体分解掉 让你的包器老的分解 产生新的太旧换新 好到这为止结束了 但是有些参考书或我的讲义 或者是有些课本 它连下面的都写进来 比如说蝌蚪在发育过程当中 蝌蚪是青蛙的幼虫 它的尾巴怎么会不见呢 因为龙体把它的尾巴 龙解掉了 所以它发育了 尾巴消失 那我们人类胚胎的手 一开始你的手指跟手指之间 是有细胞的 那这些细胞怎么不见了 龙解掉了 所以让你的手指跟手指之间 分开来 帮助你胚胎发育 如果你出生之后 你的手指间的细胞还在 这叫手脯症 手上还有脯 手脯症其实本身 没有什么了不起 外科手都可以割掉 但是医生担心的是 该死掉的细胞怎么没有死掉 就代表你身上有很多该死的细胞没有死 癌症可能会流下来 你可能会因为癌症而死亡的 所以怕是别的病变 好 这叫做手脯症 好 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大家 我们很多教科书 教科书参考书 或是我的假意这样写 请我的假意上 你打个大问号 因为 我怕红字的这两个过程 就是蝌蚪的尾巴消失 或是佩大发育时 有些细胞会死亡 跟隆体可能根本没有关系 不是隆体造成 不是隆体把它融掉的 不是有个隆字 就会融解别人的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误解呢 它有时代背景的 当年发现隆体的科学家 他直接把它叫做自杀蛋 因为他认为这个隆体 有这么多的水解煤 可以把细胞融掉 你看 他提出这样的想法 把细胞融掉 让自己死掉 称它为自杀蛋 Surside Bag 所以后面的科学就觉得 他把细胞融解 把细胞融解 让细胞死掉 可是后来发现 不是 隆体的存在 反而会抑制细胞死亡 那蝌蚪的尾巴消失 跟我们胚胎发育时 你的脯怎么会消失掉 那是什么原因呢 跟隆体没有关系 我写在旁边 那是另外一个机制 叫做细胞自强 这个概念 我们课本上 高中不太介绍 当然都等大学才讲 但这个观念 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细胞会自杀的 而这个自杀是安静的 有计划的 经过设定的 时间到了就该死掉了 而这个死掉是非常安静的 因为它会把自己 分解成很多小胞胞 然后被巨子细胞吞掉 过程是非常安静 也不会影响别的细胞 就是设定好要死掉的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程式性细胞死亡 好像像程式一般设定好的 Programed Cell Death 这个Cell Death 细胞的死亡 是Programed的 是被设定好的 那这样的死亡 跟龙体有关吗 没有关系 它是别的机制 另外还有一个别名 我觉得更学术 它是原文叫做 Poptosis 那我写出来 Poptosis 这是另外一个描述方式 那这个字看起来 就不像英文 Poptosis 这个是来自于希腊文 它的意思是 叶子枯掉之后 被风一吹掉下来了 落叶的感觉 这个原来表达什么呢 你看这个落叶 非常的安静 就这样掉下来了 但那个叶子死掉了 它表达的是 死亡的气息 却是安静无声的 Poptosis 那当时这个字 被拿来引用在这里 刚刚好媚取 这个死亡不是惊天痛地 而是慢慢安静的 该死就死掉了 它是个自然界 该发生的事 它的死亡是这么的自然 这么的安静 就像落叶一般 Poptosis 好了 所以这叫做细胞质量 它的基石跟龙体 并不直接相关 所以这两个红色的字 我这边打个大问号 它其实不应该 放在龙体的功能里面 看看哪一天 有些课文再把它写清楚 好了 那我们再找个疾病 跟龙体的异常有关 龙体有很多水碱酶 有一些水碱酶 可以分解年多糖 年多糖的正式名字叫 糖肝胺基聚糖 那如果这个精 它再坏掉了 它是遗传疾病 你就会造成年多糖 无法分解 就会在肝皮心 累积额症的病变 这是死亡 这叫年多糖主体症 这个酵素 就是在龙体中的 这个酵素是一种水碱酶 可以分解年多糖 就叫做糖肝胺基聚糖 好 龙体脚到这里了 算了